到观光景点游玩 租个机车带步趴趴走 机车租赁市场超庞大 但纠纷也不少 现在有新规范 租赁这个共享汽车之后 发现说这个电子没电了 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所以我们认为说呢 如果发生相关这样的情形的时候 我们消费者因而造成的任何损害 其实业者都要负责任 租到瑕疵车免租金 租赁新规定 不论是燃油车或是电动车 租金 费率 油表 用量 都得展明清楚 而新规不止对租赁业者 共享汽车随租随还 消费者享受便利 但万一没在指定地点停车 或是租赁期间被抓到违规 不管是罚单还是停车费用 都得由消费者负担 如果说我们的业者 记者不完全的情况的话 我们的这个主管机关 如果发现的话 可以命我们的业者 要去做限期的一个改正 不改正的话 最高可能处到50万的罚还 就怕纠纷难理清 规矩定清楚 而消费者租车时 最好也能先检查车况 拍照 记录机车外观 好自保 新规定 最快明年1月1号就能上路 咱们希望于德庆 国家庭台北报道